老公,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你怎么才来啊你 我都等你半天了 等会儿明镇局都下班了 这不是今天咱俩去领证吗 我特意收拾了一会儿,走吧 等一下 这领证之前呢 我把婚前协议跟你说一下 你听着点啊 婚前协议,谁写的 这个婚前协议啊 是我跟我妈在结婚之前 年夜就写好了 你给我听着一点啊 第一,我妈说了 你们家陪家那套房子 必须要过呼到我名下 毕竟我是二婚的 还带着个孩子 这啊,也是对我的一种保障 还有车啊,婚后啊 你必须给我买一列 男人嘛,出门啊 得有面子 这第二,婚后呢 我不做饭 因为我也不会 我也不想学 先跟你说一下 省得婚后啊,到时吵架 第三,这婚后生的孩子啊 要么你来带 要么你妈来带 我妈可不来带 她眼中腿又惯了 她闹腾 第四 婚后啊,我不洗衣服 不做家务 这洗碗刷碗啊 就更不可能了 我妈说了 把你娶进来啊 就是伺候我的 第五 你门下那套门事房啊 哎,不对 是咱俩门下那套门事房 你租多少钱啊,我不管 但是啊 你每个月 必须给我三万块钱零花钱 这样也是对我的一种保障 第六 你公司名下房子那个贷款啊 你就自己还吧 我可不来还 发生任何的债务纠纷啊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提前跟你减清楚啊 第七 等一会啊 哎,妈 喂,儿子 让婚前行医 让你媳妇签没签啊 哎,正在签 正在签 赶紧来哪签啊 你告诉他 不选签啊 休闲进我们家门 好嘞,妈 好 听到没 我妈电话打过来了 你赶紧的 把这婚前协议给签了 我再给你念啊 第七 你生完孩子坐月子啊 必须由你妈来伺候 哦,对了 让你妈 醒完早再来啊 你们农村人啊 生生的胃啊 推大 我妈闻着 个影 第八 我每个星期啊 要跟我兄弟啊 去一趟夜店 你不用担心 我最晚啊 三点钟之前回来 哦,对了 你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也不要问我干嘛去了 虽然会让我很没面子 第九 你每天晚上啊 必须八点之前回家 我随时给你打电话 你要随时接 还有 你不能说让我不高兴的话 更不能做让我不高兴的事情 以上呢 就是我对你的基本要求 你要没什么问题的话 你说完了 我发现 你们家吃暖饭 遗传啊 你 你什么你 这个证我不领了 你回家 跟你妈过去吧 给你点脸了 家人们 像这样的男人 这样的家庭 我是不会嫁的 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吗 如果支持我的 给我点个小爱心 感谢 我 你 你 搬了 我的魂 你